现在要进入的是Pedro Province Winnery酒庄 就像拼鞋 像拼酒的那种 Pedro Arrive 这个路倒是挺漂亮 树这样自然的弯曲 每个酒庄都有特色 都有自己的特色 看这个酒庄它的这个路 树修剪的很特别 这个树 你看路边的树修剪的是不是很有特色 都是弯着然后伸到路中间 它们怎么样是这些树有这种特殊的造型 好像很费心似的一样 小酒庄尽管很小 但是好像都修理的打点的都很很整洁 它是这个1982年建立这么一个小酒庄 它是欧式的这种建筑风格 你看看 这个欧式建筑风格是一定有这样的 就是一个人头或者一个肩膀抗着一个柱子 这种抗这个花盆的这种感觉 就是它是 它主要的是 它的这个门这个建筑的好像很特别啊 像青铜器一样 对 它的这个建筑呢 就是说它1982年才建的 为什么建的这么古老还还很strange 对 像青铜器时期一样 它的这个就是主人呢叫Toni Toni呢他两个女儿 他引导他两个女儿建设的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 你能看出来有点女人的这种气息 对啊 那个雕像 那个喷水的那个东西 都是女人的气息 对啊 然后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就是靠近孟大陆这个地方嘛 所以说它这个 它买了这一块地以后 然后就把它改造成这么一个欧式庄园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这里边的树都 树的这个年限都很久 对吧 它的那棵树 据说它的有一棵树都很长很长的时间 而且它的树的造型都是这样弯弯的 甚至弯到路上好像很 没看见过这样的造型 它的这个就是说 模仿一个欧洲的那种 小喷泉 围着房子 庄园不大 但是好像修剪得很 很具有特色 很精致 它都是不同的这个 这个sculpture就是树像 你过来造一下 那这个是harvest dance 就是丰收 轻柱丰收的这种雕像 雕塑 它真是 你看这女孩子在这跳舞了 高兴的 这草坪真好 修剪的 这是刚进门的那个路 路 然后你看看它的这些雕像 很有特色 是啊 都是女人 全是女人 看了吧 对吧 这两个是互相对着的 是好像一个雕像 然后呢 互相对着 然后呢 这边是 庆丰收的 答案是吗 看出来 能看出是女孩子在那疯狂的跳舞 是不是 你看高兴的那个嘴的那个造型 高兴的在那跳舞 庆丰收的这种跳舞 那种神态 栩栩如生 这还有一个 葡萄呢 它的这个葡萄 说是 睡美女 睡美人 对 哦 你看它这样说 repose 就是说它躺的那个姿态 这个 Tru beauty's soul 就是说 人最美的时候 是睡觉的时候 睡美 嗯 最平静的睡觉的时候 美 嗯 最美 所以它把这个形态 也是一个睡美人吧 就是呗 睡美人 因为这个姿态给 噢 现在 现在拍一下这个路 对 有一点光线了 对 你看吧 它就是说 它的这个 这个土壤是最好的 也就是什么 中间 中心地带 它的湿度最高 就是说 最适合种葡萄 最适合种葡萄 它的葡萄的质量是最好的 知道不 所以说 它的这个酒 像Mondave 和这个Pedjo Pedjo Pedjo 它的这个酒 都是比较好的 知道不 所以是 这个也是 这个酒庄不大 但是呢 它的质量就是 酒很好 充满了女人味的雕塑 很多 你看它就是能显示出 一种女人的各种细致 在这个里面能够 看 体会出来 它的这个房子的这个造型 也是它的酒的品牌上 一个标记 那么Tony呢 1982年 他举家从法国搬到这个地方来 它的名字实际上很难 一般的美国人很难发音 出发准确 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应该念 Ped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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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葡萄园好像很小啊 对 葡萄园好像很小啊 不大 很小 很小 这是个什么 小壁炉吗 对 烤虾烤炉 嗯 它看起来是小酒庄 很小 好 嗯 对呀 全是弯弯的 弯弯的 树 这个地方是进它这个 酒庄里边的这个门 Pedjo Province Napa Valley 也是一个酒庄 弯哪里 嗯 这是他们酒的这个价格 这个是100 这个瓶子很小 可能应该一半的Side Halfside 55 他们的二楼 嗯 对 那么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个地方里 这个蒋尼园 就是他们的酒和 和Mondawi 因为它两个靠得很近 我问他们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Mondawi的酒啊 那是因为他们产量比较大 他们生产力也多 所以说呢 他们的葡萄呢 他们的葡萄呢 是来自很多的地方 而这个啤酒 它们的这个 海酒 它们的这个 就是只有这个 Napa的酒 生产出来的葡萄酒 所以说他们的葡萄药价 可以比较高 对 所以说他们的 他们自己觉得 他们的酒 酒文化 酒的精神 就是说比较纯 那个意思是吧 对 是比较纯 没有 就是他们来自很多的地方 它的量不多 比较小 所以说它也是可能 价格上比较高一点 对 所以说你要是 专门想品尝这个 当地的这种酒 哪怕真正 哪怕葡萄做的酒 做的酒的话 一定是可以 94个酒 好 谢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